另外亦都有十多名網媒或傳媒 被警方停 很多傳媒或長毛都被 調控違反限聚令599之章 在青山道7、8號的位置 在那裏截查長毛和牛等等 有幾個社民聯的成員和市民 大批傳媒被警方用橙帶圍住 為甚麼呢 因為警方解釋傳媒有些沒有穿白礦衣 或者懷疑有市民不是傳媒 混入記者群裏 於是乎要逐一檢查記者的身份 有些網媒雖然出示了證件 以及一些證明 證明在這裏進行採訪活動 但是警方都沒有理會 仍然要調控他們違反限聚令 很多網媒都是覺得很憤怒的